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我们记得上次我们上到的是什么 是我们上到有关大圣的加行道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话 以现光专业论的根本送来讲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所缘及形象 因缘并色词 菩萨救世者 如暖等体性 依据是分别 分下宗上品 胜出诸身文及诸领域 是不是我们说 弥勒菩萨在他的现光专业论是怎么样的去诠释 说大圣的加行道是超越或者比起 小圣的加行道 书圣呢 是从五个或六个方面嘛 从所缘 相貌 因 老师或者清教师 以及他的所段 这是五个直接的 而在间接的话什么 还加装说他分类 就五个或六个嘛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 在与显明佛姆一支灯 去做他的介绍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 在这边去解释的时候 我们是特有怎么样的去解释呢 他是不是又有分 在这个地方又分了六个科判 或者六个阶段的时候呢 是说什么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边来讲说 所依他是依靠着什么样的身体 依靠着什么样的心事 体性 区分跟身体之理吗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是把 讲到身体之理的这个地方讲完 看身体之理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 大圣的加行道是怎么样申请呢 是当这位菩萨 那他依着菩提心 以及由这个菩提心 所摄持住的这个智慧呢 从闻所生会 思所生会 到了源着空性的修所成会 升起 对空性的这种直观双运 升起的时候呢 他等于说什么 他进入了大圣的加行道了 他进入大圣的加行道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上次有提到这个 我说我知道很多年后 我才对这个才比较清楚的 我们说如果刚刚以上所讲的 所缘超乎于身文 形象超乎于身文的话 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说 这边的所缘到底 这边的所缘是什么呢 所缘在这边不是也讲到说 大圣的加行道的所缘是一切法 色等一切法像什么 武运等等的话 那不是身文 读觉也一样可以缘到 无常 武运 等这些 那为什么这会过于殊胜呢 我记得那以前 我们那时候 我还问过我的同班同学说 那时候我们去辩论的时候 我就有问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是这样所缘的话 那不是大圣的所缘 跟小圣的所缘是一模一样吗 没有差别了 那也不代表说 大圣的加行道 在所缘这方面 有比小圣的 小圣的加行道的所缘 更为殊胜吗 他有些人说 不是啊 这边是缘到空性 可是你看根本颂 这边是不是就 根本颂在这边来讲的 在介绍所缘的时候 他就不是谈到空性了 他谈到的是什么 大家如果我们回到 看到根本颂 他是不是说什么 所缘无常等 是四地等相吗 是原着四地等 等这些 他不是在讲空性 他在讲 是原着四地等相啊 那这四地等相 不是小圣也可以所缘的啊 为什么大圣的加行道所缘 就会比小圣的加行道所缘 更为殊胜呢 那时候我很多年都没有想到的时候 最后在看经书 看自己在思维说什么 这边的所缘的话 不是仅仅在说于他 缘到这个东西 如果你说他能不能 能否原到为过于殊胜的话呢 那的确 大圣所原到的四地 小圣也能原到 那为什么说所缘有 有差别或者过于殊胜呢 因为大圣去原着这个四地呢 他就不是是为了只获得卸托 或者只是为修了四地十六形样 他圆着这些四地等法是什么呢 是为了要检测他上面的空性了 是为了要检测他上面的这个 真实意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会说什么 大圣的加行道的所缘 是比小圣的加行道的所缘 更为殊胜 他不是说好像所缘的话是什么 大圣所缘到的 小圣没有缘到的 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错误的想法 或想到这样子的话 会跟我以前一样的想法 我以前也是想到说 那明明大圣所缘到的 小圣也缘到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大圣的加行道的所缘 有超乎于小圣的加行道的所缘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来讲 那我想说我们讲到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介绍完这边的文所生会 思所生会 修所生会 那特别这边的大圣的加行道的这个 文所生会 思所生会 修所生会来讲是在对什么呢 是不是对空性吗 如果是纯粹是在讲说 文所生会 思所生会 乃至是修所成会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在大圣的加行道这边再讲了吗 在大圣的资良道的时候 早就生起了这些的 所文所生会 思所生会 修所成会 等等的 那这边的特别点 或者这边的关键是什么呢 它是对空性 生起了修所成会 所以为了要解释这两部分 我们是不是先解释了 什么叫做文所生会 什么叫做思所成会 什么叫做修所成会 那现在要 还剩下 或者我们还没有解释的是什么呢 那到底 这一边所讲的空性 或者这一派 所讲的空性 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关键 是什么呢 我们是碰到了说 中观秩序派 或者说 随于且行的中观秩序派 就是以 狮子贤大师 等这些的主事大人呢 他主要的讲到说 随于协行的中观秩序派的话呢 他们所建立的空性 是什么的话呢 那我们会花 一段时间去介绍空性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但如果没有对 这边的空性的 见解了解的话呢 你说我们去谈 中观应层派的空性的话呢 是很难去谈的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说 秩序派所说的空性 跟应层派所说的空性 有什么差别啊 根本说不出来了 不要说是我们 就像我们是不是讲说 在于说像热称菩萨 他当中的 中观的论点当中 他去诠释什么 轻辩论师跟 佛护论师的一大段辩论 是什么 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呢 连轻辩论师 这样子一个 纳兰陀式的大师呢 他都自己认为说什么 他的见解上面 跟佛护论师 是毫无差距的 所以他认为说 他自己的认知 跟佛护论师的见解 是毫无差别的时候 所以他觉得说 佛护论师 你解释的见解呢 是不够详细 或者有文字上的漏洞 或者有这样来讲 他要去破斥 佛护论师的时候呢 而是之后什么 是之后有悦生菩萨 说不是不是 不是佛护论师错误了 反而是什么 是轻辩论师 你没有真正看懂 佛护论师在讲什么 所以是由 悦生菩萨 出来 厘清 把佛护论师 轻辩论师的 这个见解来 来去做一个区分 这是一个 我们在中观的时候 特别是什么在哪里 我们几个论点 会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在哪里 这个是在 我们说 在于 悦生菩萨的 明显句论 会说出 他在这个时候 会在中大师的经典里面 来讲的是 是他在正理海当中 有提到这一个 以及他的什么 他的普及道次第广论的 毕博圣纳这个阶段 有提到 很大的一篇 来谈到这个 所以如果没有先对 自据派的空性的 见解是什么 应成派所要讲的 空性的见解是什么 没有一点点的 了解的话呢 你说你要去看 中大师的 毕博圣纳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上场课是不是也跟大家讲的 那完全是笑话了那样子 我说你根本 应该说 狮子贤大师 清辩论师 他们所认为的 空性的见解是什么 龙树菩萨 阅称菩萨 圣天菩萨 佛护论师 他们所认为的 空性的见解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一个辩论产生的时候呢 到最后 阅称菩萨来厘清的时候 才变得很清楚是什么 中观秩序派的见解 跟中观应成派的见解 是不一样的 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差距 而不是像别的论师 他们这样子的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是什么 是等于说 开始要准备要大家的 从哪里开始介绍呢 从中观秩序派的 空性的见解开始介绍 我们会慢慢开始 从中观秩序派的 空性的见解开始入门 好 那我们在介绍的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的话 大家要请翻到前面一点点的 我们要请翻到这一边 我们要请翻到 在我们显明佛母一支灯的时候呢 要请大家翻到说 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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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还没有开始讲新的课程之前 我想说我们看到群组中有几个问题 和我们来简单的帮大家回答一下 和希望说 这有一些帮助那样子 那他说什么 他说 请问除了宪政 所谓政德空性的标准是在哪里呢 那施所承惠既可称之 或要到修所承惠的某一个阶段吗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 我们说我们所谓的政德啊 了解的话 因为在中文这个词的时候 有一点比较模糊 因为个人有做一个解释 可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政德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讲是了解 有没有了解与否 他有没有了解这件东西与否的话呢 以佛教的任何一个人来讲的话 从匹婆沙宗 一直到宗观应成派 所谓的了解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没有用过量去认知这个东西吗 或了知这个东西吗 他要用一个量去了知这个东西 那量是不是就只有分两个 不是限量就是比量了吗 当然了知这件事情 或者证德这件事情 只能投入量吗 也未必然 我们有所谓的再觉知吗 可是再觉知要生起来 他是不是必须要先投入量了吗 他是经过了量 才会有一个再觉知的吗 我们现在不是说 我证德某一件事情是不是就一定要用量呢 这个我们当然说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有再觉知 但是这个再觉知也是要经过量 它才有办法生起来 所以我们所谓证德不证德的意思 在这边的用词是什么 就是他有没有了知 有没有真的了解 那我们还有是不是 上次有讲到说 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说 文所生会呢 文所生会有没有真的了解 它没有真正的了解 它又只有什么呢 它只有文字上的了解 或者名言上的了解 不是真正的了解 它不是用量 它只是 是懂非懂的 我认为是这样子 可是他真的没有 没有真正的了解 好 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呢 他问到了说 我说我们不会有一个 又是诗所成会 又是修所成会的 诗所成会跟修所成会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修所成会一定是 经由诗所成会才会产生的 修所成会是 只有诗所成会而产生的 可是诗所成会跟修所成会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所谓的诗所成会 是什么呢 像我们上次讲的 就像那种笔量 笔度 那些都叫诗所成会的 它有很多的理 它不是透由羞耻 它不一定是透由羞耻 它是透由什么 它是透由某个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说什么 我们说所有的笔量 笔度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修所成的了 凡是笔量 笔度 不是修所成 我说错 凡是笔量 笔度 一定是诗所成 一定是诗所成 还没到修所成 而修所成是什么呢 修所成可能有分别心 可能有限量 但是什么呢 它是